狗狗梳毛教程分享给大家 头部毛毛梳子倾斜45度 顺毛向后梳 眼睛和嘴巴旁边的毛毛 顺毛向下梳 然后逆向一层一层往前梳 先梳中间再梳两侧 注意梳子要倾斜梳里 这样一个大圆头就梳起来了 后背毛毛顺毛向下梳 直毛的狗子都是顺毛梳哦 太迪比熊毛毛顺毛梳完 逆向再梳理一遍就可以了 如果狗子身上有毛节 小毛节轻轻梳几下就开了 大毛节一定要先开节 再梳毛哦 避免狗子拉扯疼痛 抗拒梳梳 腿部毛毛先顺毛梳 然后再逆向一层一层梳理就可以了 梳子上的扶毛 手指往中间捏 然后取下就可以了 洗澡的时候边刷边按摩 它可以把狗子身上的灰尘和油纸 都洗得很干净哦 软针按摩真的很舒服 脏了用水一清理就可以了 太迪比熊洗完澡后 先用风筒吹到七八分干 然后用梳子边梳边吹 这样毛毛就拉直了 拉直后 太迪和比熊的毛毛 才更加蓬松好看 是不是很简单 你学会了吗